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媳妇给宝贝做了这个腐蚀了 之前都是我一直在兑奶粉 我不知道她弄那个腐蚀 就现在宝宝刚开始长牙齿 还吃不了那些硬东西 所以说都做了一些软的 比如说鸡蛋的或者是胡萝卜 或者是南瓜这些 看见她弄那个南瓜跟鸡蛋 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了 原来小宝贝吃那个腐蚀 是吃这种的 我感觉我吃不下去 小宝贝现在正在吃 吃了南瓜 南瓜里面有蒸蛋 她吃的还挺开心的 但是我看这个怎么有点恶心的感觉 你吃的是啥 你看这手上 天哪 南瓜 南瓜里面放了蒸蛋 哎呀这玩意儿 这吃的 等下还洗车对吧 第一次觉得我自己的孩子 怎么这么脏呢 爸爸不是嫌弃你啊 主要是你吃这玩意儿 你看 你自己看看这好看吗 哎呦 哎呦 开车挺欢的 大口吃 哎呀 真的我现在可嫌弃你了 哎呀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只能说你看着就 有点 难以下咽了 这啥这颜色 这这形状 这 这难吃下来的 一夜夜夜 来自妈妈的矮 一整个南瓜 外加一个鸡蛋 干完了 这一个南瓜 外加一个蒸蛋 几乎是全部吃完了 还剩一点不多了 小宝贝 你这饭量可以啊 哎呦 你别来抓我 你的手那么脏的 你等妈妈给你洗啊 等妈妈把手给你洗了 现在九个多月 这个时段呢 小孩最乖了 再大一点 他不让你抱了 自己满地跑了 那时候就不好玩了 哈哈哈哈 自己能坐了 来自己坐下来 哈哈 他们都说 我们俩长得挺像的 我再看不出来 我们哪儿像的 你看看 像不像啊 你跟爸爸像不像 靠近点 他们看看 像不像 眼 哦 来拍拍手 拍拍手 怎么那里面还有一个你呢 那是谁 好 自己玩去吧 爸爸出去上班了 哎呀 趴着